再去詢問一個關於天眼的問題 天眼系統1、2、3個階段已經順利運行 有820支天眼 從新聞報導當中 我們都可以見到天眼系統已經迫破了多宗案件 我都想請問一下司長 對天眼系統的作用 有沒有更具體的數字去說明一下 譬如說我們跟沒有天眼的時間相比 有些破案的速度加快了多少 或者破案率有沒有明顯的提升呢 另外一個就是第四階段 2020年完成之後 園競器畫有1,620支鏡頭 我今天見到澳門月報說2020年 至少增加到1,260支 我想問一下司長 這個是說錯了或者是你的進度有少許調整呢 另外那個1,620支 即使1,620支會不會到時間會足夠用呢 另外未來的那個鏡頭一定會越來越多 多了之後 都會有可能影響到市民的日常生活 我也想知道未來鏡頭多了之後 市民所關心的私人保護的問題 又會怎樣去更加好的做到呢 做這些問題請司長回答 謝謝 天銀的破案方面就是你講的這個數字 其實是總共四期是1,620支 可能那個表述方面 就是有關的報章表述方面 可能就是有些差異 那這個其實是1,620支 總共第1、第2、第3、第4期 總共加上1,620支 現在已經是820支已經運作中了 還有另外第4期800支 就會去2020年的首季 就提起運作的 啊